今天给大家讲这一部根据正式事件改编的 韩国惊悚悬疑电影《追击者》 阿浩在警察局退休之后就做起了按摩店的老板 店里有几个漂亮姑娘生意还算不错 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这些姑娘们正在不断的失踪 阿浩以为碰到了人贩子 这些姑娘们都被卖掉了 阿浩发现了一位姑娘落下了手机 当晚约她的是一个伪号位4885的男人 在对比账本阿浩发现 所有失踪的姑娘所见的客人 也都是同一个电话 就在阿浩焦头烂额寻找4885的时候 她收到了一个电话 正是4885打来 对方称需要找一个姑娘上门服务 为了能搞清姑娘们的去向 阿浩找来了小美作为诱饵 她告诉小美到地方之后 进洗手间把地址发给自己 阿浩在车里随时待命逮捕这个男人 为确保万威医师 阿浩请警察朋友帮忙 可是警察朋友需要保护正在接受采访的市长 身兼重职无法走开 这时小美已经到达了约定的地点 见到了男人小池 她举止斯文 面向和善 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破绽 两人驱车来到小池的家 小美特地看了一眼 没拍号 在进入院子之后 小美发现气氛越来越不对 院子里的图有明显被翻中过的痕迹 上面还插着一把铲子 小美紧张不已 她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进入了卫生间 把地址发给阿浩 哪能想到手机竟然没有信号 小美反悔了想要逃跑 却发现窗子早就被石头堵上了 在浴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团带有血迹的头发 小美更害怕了 她想已去车上拿东西为由逃跑 却发现屋门早已被锁死 阿浩在车里交集等待 她发现事情不对劲 已经过了那么久 却没有任何消息 这时小美已经被绑了起来 小池提着工具箱走向小美 拿着凿子和锤子 敲向小美的头部 小美不断挣扎 气急败坏的小池 直接拿起锤子砸向小美的头部 当小池想要砸下第二锤的时候 门铃响了 一对老夫妻抢来找别墅的主人 原来别墅并不是小池的 看来主人也已惨遭毒手 小池用两三句话躺着过去 没想到家里的狗却跑向了老夫妻 老夫妻发现狗已经被恶兽了 小池怕自己的行踪被暴露 于是把老夫妻带进了屋 直接拿锤子砸了上去 老夫妻惨死在别墅里 为了掩埋自己犯罪的证据 他想把老夫妻的车开到别处 这与阿浩的车相撞 阿浩一枪怒火下车却理论 却发现车里的人不对劲 身上要沾满血迹 出了车祸也不要赔偿 只想赶紧离开 阿浩出一个作为刑警的敏感 他试探性地拨通了4885的电话 这时坐在车上的小池 手机响了起来 小池眼看着自己暴露了 于是汽车而逃 阿浩可是刑警出身 小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抓住小池就是一顿暴打 就在阿浩带着小池去寻找小美的时候 他们在路上碰到了警察 看着小池脸上的血迹 警察把两人都带回了警局 看到这里是不是以为进了警局 小池就能被绳之一发了 在警局里没有人在意阿浩和小池 所有警察的重点都在市长采访时 被扑分的事件上 警察审问过后认为 阿浩说的话没有任何依据 这时小池就像是疯子一样 不断地挑衅警察 称自己并没有卖掉姑娘们 而是直接把他们杀掉了 可是无能的警察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这时警局局长亲自出面主持大局 他认为这次的颇份事件 给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制造伪证 让小池顶罪 随后阿浩查阅资料显示 发现多处都有4885手机号的痕迹 他联系了曾经服务过小池的女人 他们说小池心理变态 经常会发一些浑身是血的照片 阿浩跑到警局对小池一顿暴打 最后小池无奈说出了一个藏尸地 警员全体出动 绝体三尺连尸体的影子都没看到 警察这时意识到被小池戏弄了 想压制小池去指认现场 却被检察官拦下 看着小池满脸的伤 他认为是严刑逼供 又没有证据支持 需要将小池释放 就这样杀人恶魔大药大百德 走出了警察局 无奈警察只能派人监视小池 与此同时 小美在别墅里逐渐恢复了意识 利用地板装的碎片 割断绳子逃了出来 小美跑到便利店求救 老板娘看着满身是血的小美 被吓得不轻 更恐怖的是 小池在回别墅的路上 路过便利店买烟 老板娘出于恐惧 就把小美在便利店避难的事 告诉了小池 最后的结果就是 老板娘和小美 双双死于非命 当监视的警察 赶到不对劲的时候 推门而入 却发现小池早已跳窗逃跑 阿浩开始回忆 整个案件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在线索的指引下 他决定去别墅一探究竟 正好碰上了准备出门的小池 话不说就扭打在一起 这是阿浩惊恐地发现 小美的头颅和肢体 被小池放进了鱼缸里 在惊恶之余 他被小池一棒打倒在地 阿浩完全不占上风 在紧要关头 阿浩拿起地上的棍子 将小池打倒在地 最后阿浩想要拿起锤子 直接杀死小池 却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 在院子里 警察发现了小池掩埋的尸体 有了足够的证据 小池最终被逮捕 看完整部电影 最大的感受就是愤怒 小卖部老板娘的无脑操作 让人崩溃 所有警察都在调查市长 被破分事件 却无人关心连环杀人案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暗逢社会黑暗 表现出韩国社会矛盾 和民众底层的悲哀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 本片原形凶手 刘永哲已被缉纳归案 刘永哀